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落花时节后袁冰炎迎来一部新剧,合作男主太帅了 今年上半年,对于袁冰炎,小姐来说,应该是美好的事业年 因为她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小爆发,接连出演了很多电视剧 每一部剧都是经典,带给我们不同的审美享受 该剧讲述了沈锦绣想要把一个山茶花小妖红变成仙女的愿望 被小妖改变了,最终锦绣被小妖变成了人 这部电视剧真的很有美感,让大家都觉得特别美 带来了很好的视觉享受 在此之前,袁冰炎也特别抢眼 先后出现在老九门夜问江夜流离 大家都觉得这两部电视剧里,袁冰炎的造型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真的很美,真的是一个真正的骨感美女 编销认为在之前的合拍中,袁冰炎也表现不错 和落花时节又逢君的袁冰炎留学艺搭配也很漂亮,真的很有感觉 去年,袁冰炎和成艺生产的琉璃特别漂亮 知识不全而生的女孩楚玄机 和黎泽公,弟子与私奉 在前生爱情和阴谋的双重压力下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 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实现了恋人中成眷属的妖美结局 袁冰炎和成艺的合作尤为抢眼 而且,这部电视剧也有留学艺的积极参与 那时候这部电视剧去年的火爆程度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很多粉丝下跌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这部电视剧真的是一部史诗般的爱情片 无论是故事还是演员的演技,都令人瞩目 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审美享受,让我们觉得美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女神袁冰炎而言 一部新的电视剧也迎来了 这部电视剧是祝清好,由何主演这部剧讲述了一个桀骜不逊 圣气凌人的公主遇到武功高强,追求奇思妙想的精神艳的故事 众所周知,郑叶成也特别抢眼 作为一个地道的颜值男神,他和其他女生合作过很多电视剧 而且,在剧中也表现不错 也可以说是娱乐圈独一无二的,也为每个人呈现了不一样的美感 深受很多粉丝的喜爱 这是有目共睹的 这是实力派的表现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艺术家,大家都觉得袁冰炎也特别抢眼 是一个可爱的冰雪美人 这一次,两人之间的戏也特别抢眼 你认为他们喜欢合作吗?你为什么不和我分享你的经历?你有什么要说的吗?